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讲《限观众严论》 在网上听课的人 前一段时间非常多 现在一天比一天少 可能还没有开始七天吧 可能还不到五堂课吧 大概是四堂课 然后四堂课 是吧 所以看一旦《限观众严论》 五六十堂课真的结束的时候 不知道剩下多少人 我看经堂里面的人 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减少 当然跟第一天比较起来 还是有差别 第一天 我们每次都是这样的 第一天传一个新的法 很多人都有好奇心 以后可能每天都是传一个法门 一天就传完了 这样可能感觉更好 今天我们紧接着讲 《限观众严论》当中前面的掠索 八十和广索七十亿 其中也是前面有个掠索七十亿 掠索七十亿当中 我们前面讲的是 表示辨知 道知 积知 然后正等加行和定加行 表示他们的这些法 总共前面应该有四十九种法 已经讲完了 今天讲到了 八十当中坚持加行 也就是四加行当中的第三个加行 讲坚持加行 能表示坚持加行的 总共有十三种法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坚持显观掌握有十二三种法 能表示坚持加行的 坚持加行的显观当中 总共我们下面所讲到的 六波罗蜜多河 六水莲河 还有五十行之加行 总共有十三种法 这是三种法可以表示坚持加行 我们前面也说过 所谓的坚持加行 实际上是整个 从资粮一直到十地末位 成佛之间 也就是说 整个三个阿生期节的整个修行的 次第次第的修行的过程 整个过程叫做坚持加行 那么这个加行 有两种修行 有一种修行在入定的时候 远离四边八戏的境界当中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是 无实行之 然后在出定的时候 当然是不离开 无实行之加行的同时 就是用六波罗蜜多和六水莲 来进行摄持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修行也会圆满的 所以我们修相关转论的时候 实际上六波罗蜜多 也是中观的基本思想 同时也是相关的基本思想 然后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六水莲 也是从毗奈与经 乃至金刚密城之间 不可缺少的 一种非常殊胜的修行 所以在坚持加行当中 简单地介绍了六波罗蜜多 那么六波罗蜜多 大家也是清楚 我们在这里讲坚持加行的时候 每一个波罗蜜多 用加行的词来进行称呼 也就是说 布施加行 实际上它具有四种特殊的法 是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蛇行 叫做布施加行 可以叫布施加金 这四种行每一个波罗蜜多 都是必须要具足的 就是在弥勒菩萨的经状论当中 每一个波罗蜜都有四种法 什么是四种法呢 也就是说我们远离了他的威品 比如说布施的话 他的威品是吝啬的 然后具足了他的智慧 布施无缘的智慧 还有暂时能满足众生 我们布施的时候 让众生获得了金钱也好 财富也好 发布施也好 获得了他的满足 然后到最究竟的时候 能成熟众生的相续 我们做布施 如果对别人不能成熟的话 那意思不是很大的 让他更加贪欲增长 或者是这样的话 那就意义不达 所以一般菩萨的布施 暂时我们用财布施 但究竟也会对他真正地 成熟他相续的一种利益 这就是波罗蜜多的特点 这是布施波罗蜜多 然后吃劫加行也是同样的 每一个都具足 前面讲的四种心 这么一个殊胜的断心 大家都知道 我们学《入行论》的时候 实际上吃劫的心 它是一种断除未平的心 比如说杀生的劫 我以后不杀生 然后偷盗的 不偷盗 就是它断除恶心的一个心态 叫做戒律 其实它也是同样具足这四种法 一个是远离了它的违平 具足了无缘的智慧 同时暂时满足众生 比如说清净戒律的人 别人看到他的行为的时候 心里面产生欢喜心 满足心 如果他供养他 或者对他什么样的恭敬顶礼 自己觉得这个人的行为 确实是很了不起 满足 通过他的持戒 自己或者他人的相续得以成熟等等 他也是同样具足四种心态 四种特法 也就是说 这么一个断除恶性的 断除恶劣行为的 这样的心态叫做持戒夹性 然后第三个叫做安忍夹性 安忍夹性也是同样具足四种法的 非常殊胜的不乱之心 不乱之心指的是 一般的对外缘 当然具足四种心的话 我们以此类退的话 我想大家都应该会了知的 然后别人怎么样扰乱你 用攻击力 别人说你的过失等等 但是你心如若不动的 根本不会有扰乱或者痛苦等等 这样的心态 这个叫做安忍之加心 然后第四个 精进之加心 精进之加心也是同样具有四种法的 非常殊胜的乐与善法的一种心态 我们讲精进的时候 其他的方面特别精进 也不一定叫做精进 虽然世间人们认为 这个人很精进 天天都是偷盗 很精进 每天偷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很精进 但是这不是乐于善法的心 它是乐于恶法的心 所以这不叫精进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或者参加各种灌顶等等 所以这个叫做精进加心 精进过后精力 精力也是具有四种法的 什么呢 一种机制 这叫做精力加心 然后智慧加心 具有四种法的 殊胜的一个圣观 圣观是正无空性的一种智慧 这样的智慧 那么这个叫做智慧加心 那么这六波罗蜜多 实际上当然是它的入定部分 也就是说 入于真心部分 以下面讲的无视性的加心 就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它的不同的特点 主要是在出定的智慧当中分类 所以在出地加心的时候 就要修持波罗蜜多 我们也知道 一般作为一个凡夫人 一直到菩萨的最高的境界 在这个之间 六波罗蜜多是不可缺少的 从一地到十地 六波罗蜜多不可缺少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也知道 有些人自以为 自己的境界很高 但实际上你必须要 还没有到达成佛之间 需要布施 慈悸 安忍 精进 精力 智慧 这六波罗蜜多是不可缺少的 菩萨的所有行为 六足万行 菩萨的一切行为 施于六波罗蜜多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过了以后 叫六种碎炼 我们第一个是 叫做碎炼佛 实际上佛修行道的 最主要的道士 这个道士的因就是 碎炼佛加行 然后这个碎炼法 实际上我们修道的本体 也就是我们要修什么呢 要修这个道 修道的话实际上是 佛所宣说的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是我们所修学的道的本体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我们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修行法 我们要了解法 这个是随念法加行 随念圣众的话 实际上这是修道过程当中 不可缺少的最清净的圣众 最清净的祝愿 让你的修行 自始至终地会得到圆满 我们经常依靠 像大乘的文殊菩萨 然后观音菩萨 大势智菩萨 他们的威力 同时按照小城里面的出家人 包括跟自己同行的这些道友 这叫做僧众 僧众实际上是能圆满 清净你的道的这么一个祝愿 叫做随念僧众 然后随念布施和随念持戒 随念布施和随念持戒 实际上我们前面 有波罗蜜多当中 主要是六度的繁体来讲的 随念的话 刚才六度主要是 行持布施和行持持戒 从行为上讲的 然后在这里随念 从一年的层面来讲 我们修到圆满的话 要通过布施 啊 它的随缘 布施来得以实现的 所以它是道的一种随缘 这叫做随念布施加行 随念持戒加行的话 我们修到过程当中 依靠身体的根本 也就是说 所依的根本 如果没有戒的话 一切功德都是没办法生存的 就像大地没有万物 不可能有一样的 所以一切修行的益处 要随念戒律 时时都是要想 我要清净的戒律 要做布施 否则的话 修行不成功的 留随念当中的最后一个 要随念本尊 随念天尊 也就是说 修到过程当中 光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我前两天也是开玩笑 也是真实 我们修到也需要上保险 为什么这么讲呢 有些人修到没有买保险 最后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谁都不给你承担 这个时候只有自己 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 最后你修行的公司就夸了 没办法了 这种情况就经常 所以我们经常要祈祷本尊 护法僧 包括四大天王等等 他们在佛陀面前 也是承诺弘扬佛法 我们每一个寺院当中 为什么门口上修四大天王呢 也是佛法需要保护的 那么藏传佛教的也好 汉传佛教的也好 殿堂里面有护法殿 为什么 这个道成依靠 我们除了人以外 人的护法可能有些所谓的居士 有些大施主 他们来护着 而人以外的天尊 护法殿 包括我们个人修行 也经常要忆念本尊和忆念 像莲花生大师 还有诸位 除了自己亲自修持的以外 遣除违缘的 能你的修行成为助缘的 很多的 这些我们要时时刻刻碎炼的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现在末法时代的有些修行人 整天所想到的 并不是佛法生三宝 布施持戒本尊 这六种随炼 基本上一天到晚都不会想 整天都是想看手机 跟别人聊天 做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信息时代的时候 我看到有些个别的 其实看到自己也是这样的 看到别人也是这样的 就像吴光尊哉在 《三世忠告论》后面所讲的一样 看到世人也是容易生悲哀心 看到自己的行为也很悲哀的 不像谦卑的这些真正的修行人 按理来讲 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至少也是尽量地 行持六多万行 同时自己的心态 至少也是白天经常 哦 佛法生三宝 我们经常随念《三宝经》 同时对自己的相续再三地去 要求自己吃戒布施 还有同时跟本尊 祈祷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些没有的话 我们这个次第加行 你们都知道 从资粮道一直到十第末位之前都要行持的 所以有些人不要认为 啊 我现在禅宗很高的境界 我密宗很高的境界 我现在不需要随念三宝 不需要随念本尊 持戒布施等 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说实在 真正的修行人 我们所看到的诸佛菩萨 来到这个世间的 真正的一些活生生的这些菩萨 他们还是在显现上做布施持戒等 每天都是行持善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懂得 薄弱法门本来讲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但是在讲空性的同时 我们修薄弱法门的人 这个道还是有次第的 所以为什么要在这里 讲一个次第加行呢 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一个呢 有一个叫做是什么呢 无实行之次第加行 刚才我前面没有讲 次第加行 不讲 我把佛菩也没有讲 那么什么 无实行之次第加行 刚才前面也稍微提到过 在修行过程当中 主要入定于无有任何的 有无是非的 远离四遍八息的这样的境界 那么这个叫做 无实行次第加行 这个可以说 整个加行的本体 它的本体是入定的智慧 那么其他的六波罗密多 还有六水链 因为六波罗密多是出定的 侧面来进行宣说的 这样的原因 它可以说是道的一种行为 道的仪处 修道的心态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说 所有这些能表示次第加行的 总共有十三种法 十三种法的这些显广 实际上有些是 它表示它的本体 有些是表示它的智分 不管是怎么样 以上所宣说的这些 它的次第 树木 还有这些都是固定的 应该当时是弥勒菩萨 用他的智慧来进行抉择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 无实行加行 应该无实行次第加行 放到第一个可能好看一点 然后六波罗密多 要不要智慧放在前面 我们没有这个资格 所以不需要调整 如果你们当中有些觉得 次第可能按照你的心态来 弄一个新的次第的话 暂时没有必要 你要加入这样的工作 下面这个是第六个 第七个能表示刹那加行 我们这个四加行当中 最后一个叫刹那加行 刹那加行大家都知道 整个四加行已经圆满 到最后十第末位的这一刹那 这个刹那过了以后 马上成佛了 这么一个过程 就像一个种子 它马上就变成果 从此之后 整个种子的过程都已经转移了 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里另外叫做 刹那加行的十第末位 应该说在阴地当中最高的位置 还没有到佛地的 这么一个很短暂的过程 在这里单独立为一个加行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它表示刹那加行的 总共有四种法 那么刹那加行实际上是 已经整得圆满菩提 马上要整得这样的 要表示它的境界 实际上是有四种法 分为四种法 那四种法 非异俗刹那加行和异俗刹那加行 无相刹那加行 还有无二刹那加行 总共有四种法 这四种法 实际上它的本体是一体的 因为刹那加行就像我们 第一地菩萨的 见到的智慧一样 很短暂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从本体上是一体的 它都是无别的 一种智慧的层面来分的 但是在梵体上 它可以分为 一个是非异俗刹那加行 非异俗刹那加行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福德资粮 经过三个阿僧集结的 不断的修行 到最后的时候 有个广大的福德资粮 这种智慧 就是到达究竟的现关 称之为非异俗刹那加行 因为那个时候 福德所感应的果报 真正他的身体 并没有完全变成佛陀 还留下了一点点 异俗的果报 所以叫做刹那加行 那个时候 就称之为 福德已经到达究竟 但是不像智慧已经圆满一样 还有一点点显现上 有一点果肠 所以叫做非异俗刹那加行 然后异俗刹那加行 异俗刹那加行的话 他的智慧资粮 到达究竟圆满的现关 他的智慧资粮 因为智慧资粮 如果智慧资粮没有达到圆满 不可能下一个刹那 就马上征服 所以他的智慧资粮已经圆满的过程 叫做异俗刹那加行 无相刹那加行 无相刹那加行的话 本来是对境和有境 应该说从一地菩萨以上都是无二无别的 但是到十地末位的那个时候 作为我们心事的对境 这种对境的等性 没办法完全分开的 这种对境和有境 从对境的层面来讲 已经双云到达究竟 这样的现关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说无相刹那加行 然后无二刹那加行 经和有境分开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有境 能去所去 完全都是偏成无二无别了 那么从这个层面 达到最究竟的这个角度 这个叫做什么 无二刹那加行 所以这四个 用梵体上面来分的 实际上它都是很微妙的一个 也就是说 马上获得佛果了 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些 不管是对境也好 由境也好 或者说他的智慧圆满也好 福德圆满也好 这些很难分析的 但是梵体上面是这样分的 这种方法 这次我们主要是以 沃巴霍佛 施多亚丹比尼玛 他的讲义为标证 因为我们如果讲得太广了 可能大家都不一定清楚 但是确确实实是 他的颂词解释的方法 语言很少 实际上真正颂词抓住要点 很多都是特别容易记 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这次 也是选择这个讲义 就这样之后 这四个加星的不同的点 不同的福德资粮 智慧资粮 对境和由境不同的层面 所有分四种加星 这四种加星实际上就是说 梵体上面是不同的 他也是能表示 实际上三者究竟的行为也好 他的形象的刹那加星 这也是基本上都是 应该是本体方面分的 然后分支上面 第一个应该是分支方面分的 实际上其他的话 基本上都是从本体上面表示的 下面是最后一个 能表示法圣的有四种法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说 自信受用圣 如是欲化圣 法圣并施业思想正宣说 从颂词当中说 它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但是我们按照圣解脱部论师 印度的圣解脱部论师的观点来解释 从字面上的解释就是说 这里面有自信受用圣 自信圣是一个圣 受用圣是宝圣 第二个圣 然后同样的 其余的化圣 第三个圣 这三个圣分别是什么呢 他们表示八识当中的 最后一识是什么呢 法圣 它这个是前面 自信圣 受用圣 化圣 这三种能表示什么呢 表示化圣 再加上后面还有十页 这十页 总共有四种法 这四种法能表示法圣 这是按照生解脱的表示方法 如果按照四字仙菩萨 自信圣 受用圣 化圣 还有法圣 那么这四种法表示法圣 所以这种解释方法 按照本论 也就是说 我把佛佛的讲义当中 他可能不是特别承认 他觉得这种表示方法 稍微有点也不是完全不合理 但是在这种道理 解释方法上面有不同的 所以在这里我先简单讲一下 什么是四圣 就是三圣 三圣也可以说 密宗有密宗的 四圣 五圣的解释方法 按照第二传法论 相关专案论的观点来讲 就是在四圣当中 首先第一个是自信圣 那么实际上是自信圣 能具足自力圆满的 也就是说 自己能断准圆满功德的 而且具有三种特定的自信 叫做自信圣 那么什么是三种特性呢 就是自信清净身 后然清净身 再加上一切有漏得以清净的 那么具足这四三种特法 也就是说 本来佛性本住清净的佛性 还有暂时离构清净的佛性 同时远离一切有漏法的 那么这三种具足三种特法 主要是从自力 从自信的角度来讲 那么自信的端正圆满功德的时候 那么这个层面 称之为实者 照着自信圣 然后第二个 什么是受用圣呢 实际上受用圣 我们经常也讲过 五种圆满 五种决定 本事决定 眷属决定 法决定 世间决定 还有他的环境决定 一般受用圆满圣的话 那么在五种都是一种决定的 比如说他的眷属都是得地的菩萨 那么幻境都是完全清净的 世间无有善事的 法唯一的大乘 无有间断的转法论等等 本事决定的话 受用圆满的 断正圆满功德的 就是这种法宝 甚深 无二无别的本事等等 也就是说 具有五种决定的 利他的究竟身相 叫做受用圣 那么这种受用圣 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 绝对看不到的 绝对看不到的 只有得地以上的菩萨才能显现的 然后什么是化身 如是欲化身 什么是化身呢 化身都是具有五种特点也好 五种特法的 在众生面前显现各种各样的身相 叫做化身 就这个我们后面 显光转论 我的后面是我在这样的 我们后面是指的 论典的后面第八品 好像是第八品吧 在这里讲的 我们的后面会讲的 很多人都往我发作后面看 那么后面要讲有色身的特点 世间的特点 对境的特点 反正后面会讲五种特点 一个是色身的特点 这股化身显现各种各样的身体 清净和不清净的身体 对境的特点是 四方所有的众生 这个化身度化的对境 是四方所有的众生 他的世间的特点 乃至轮回未空之间 化身不会间断他的世间 是这样的 然后果位的特点是 决定身和定身身暂时和究竟 就是让无量的众生 安置于暂时和究竟的果位 最后事业的特点 那么他的事业 永远也是无有间断的 无有清作的 人云自称的 主要化身方面 会讲五种特点 那么具有这种特点的方式 来度化众生 这叫做化身 然后最后一个 有些认为是法身来表示法身 但是确实 法身来表示法身 可能有点差别 所以我翻译的《欧巴护护护》里面 说后面的法身 或者说法身之事业 法身病事业 其实按照生解脱部的解释方法 它主要指的是事业 事业是什么事业呢 后面会讲二十七种事业 那么这二十七种事业 发生的果位 现前在度化众生面前显现的一种事业 所以他这里认为用事业 这样可能也是很好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 第八十当中的前面的 你看 编指 积指 道指 正等加行 定加行 次第加行和刹那加行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法来表示 那么现在到了法身 现在要法身用哪几种法来表示呢 那应该用本性身和化身 还有宝身 还有事业 这四种法来表示 第八个法当中的最后一个法身 这样我们按照本论的 吾巴佛佛的意思 这就是事和本论 本颂的意义 同时以印度的圣解脱部为主的 很多大德观点也是这样的 虽然印度的四字线论师 他按照这个颂词的意思 就是用法身 报身 化身 还有本性身 这四种身来表示化身 那么其中讲法身的时候 法身包括事业来表示法身 这样表面上看到 好像这个法身有一点重复的感觉 用法身的事业 或者用法身来表示法身 有点不太适合的 所以按照这个讲义 应该本颂的解释方法是什么呢 本性身和报身 还有化身 这三种法 表示第八品当中所讲到的法身 同时还有一个是事业 这个事业来也要表示法身 这样以后 中共是化身 还有受用圆满身和事业 这四种法表示 这个是圣解脱部的观点 他认为这样是非常合理的 按照其他的论识 像狮子献论识 以及印度和藏地的高僧大德们的 这些解释方法 那么用间接或者安示的方式来解释 也是这样非常合理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是按照圣解脱部的观点 也是应该比较适合的 当然像摩坟仁波切 华智仁波切 他们按照摩坟仁波切的解释 并不是很明显吧 他发生事业 也可以这么讲 我们的颂词当中 发生病事业 其实发生病事业的时候 按照十字仙菩萨的观点比较好解释 如果是生解脱的观点来解释 可能是发生自事业 这样可能好一点 因为这个事业是什么呢 事业是发生的事业 这样也可以说 或者发生病的话 也可以吧 我想有两种解释方法 因为刚才前面所解释一样 这三生来表示发生 并且还要再加上一个事业 来表示这事 当然这个词句上 稍微有点转弯 但这样解释 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也说一下 一个是圣者解脱部 也叫做解脱君 在印度来讲 是非常著名的论师 我们以前讲中观的时候 也稍微介绍过 但不知道很多道友听过没有 四字仙论师 他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这么一个大德 那么首先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讲《现观众案论》的时候 主要是这两位尊者的观点 很多前辈的大德们 非常非常重视 就像我们讲中观的时候 我刚才说中观还是现观 我们就像中观的时候 像月称论师 还有龙猛菩萨 以及圣天论师 他们的观点 非常重视一样 讲现观的时候 在印度来讲 应该是这两位尊者的观点 很重视的 首先为什么说圣解脱部 他应该说是 世情论师的四大弟子之一 他以前在小乘的独自部当中 出家修清净戒律 后来年龄稍微大了以后 对般若法门有非常大的兴趣 然后在世情论师那里 对般若法门的一些经典进行听闻 闻思究竟 然后同时弥勒菩萨的这些相关法门 再进行闻思 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很想把相关的 从发心到最后的事业之间 所有的七十亿的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很想把佛经里面的 般若的意义进行结合 对应 然后他开始对这方面 做这样的工作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当时印度的《般若经》 《般若经》只有般若十万颂 龙猛菩萨从龙共当中得到的 还有般若八千颂 但是般若八千颂 除了这两者以外 当时因为印度受到了 许多毁灭佛法的一些运动 就是运动的那些毁灭 这样以后 基本上是找不到 其他的一些般若经典 当时解脱部也叫做解脱菌 解脱菌也可以说 然后他当时寻找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是找不到其他的依据 但是般若里面的 七十亿为主的这些相关里面的意义 跟附近进行对应的时候 很难对应 一直找不到 后来他进行祈祷弥勒菩萨 最后他亲自见到弥勒菩萨之后 弥勒菩萨对他授记 说是一个叫做波罗尼斯寺 让他前往到波罗尼斯寺 当波罗尼斯寺那里去的时候 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叫做 吉凯一国家 吉凯居士 他是一个居士身份的 其实吉凯居士 他也是想得到 般若的究竟法门 依靠观音菩萨的加持 送印度南方的弥吉他 最后他到伯达罗加山 印度的有些大德认为 他就是我们现在的普陀罗加山 然后在那里 通过观音菩萨的加持 他获得了 般若二万五千颂 他就得到这个法门 这个过程还是很长的 有时候他在大海里面 他爬非常凶恶的山 遇到猛兽的危害 求般若的过程当中 他有时候祈祷度母来度过难关的 有时候依靠一级父母的加持 凡是依靠很多的护法神 和其他的帮助 最后他真正得到了 般若二万五千颂 然后他得到这个法以后 住在那个 刚才说的波罗尼斯寺 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 刚才解脱部到那里来 然后他就一直击开居士 在那里就开始求到了这个法门 求到了这个法门之后 他开始进行对应 进行对应的时候 完全都是 这个《现观众安论》的所有内容 就能对得上 就是般若的经典 这个经典就像我们原来 《般若四诵》 还有《摩坟仁波切》 《般若经》和《现观众安论》 也是一个对应 这个我们没有讲 当时我也在去年讲的时候 也提过 它当时相当于是这样的一种 《现观众安论》 跟《般若经》 进行对应的 比如说大般若里面 七十亿的哪一句 在这里是什么样的 进行对应的这么一个 然后他就开始造了 《般若二万五千般若光论》 他就造了这个 这个在我们赞文当中 也是非常著名的 可以说在整个《南战部》中 第一部 《现观众安论》跟《般若经》 进行对应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典 后来包括四字线论师他们 以解脱部的这个观点 开始研究 其实我们直接看 现在很多人直接讲《金刚经》 直接讲 我也原来讲《金刚经》的时候 也给大家说过 没有别的一些 比如说大德真正的智慧 很难自己解释佛的密意 所以当时因为他有 弥勒菩萨亲自的加持的原因 他就开始开现这样的法门 所以解脱部 为什么他的论典那么重要呢 在我们藏地 也非常重视这部论典 这是解脱部 解脱部是这样的一个 大家也应该记住以后 当然汉文方面 确实也是好像没有 二万五千诵的诸书 我是没有看到过 也许有一些翻译的 有没有 有的话 希望你们也给我提供 我也想详细细地对照一下 第二个我刚才提到的 一个四字线论师 四字线论师也是在讲般若当中 很重要的 然后他有不同的历史 有些历史当中说 他的母亲好像遇到一些违缘 被老虎还是四字 被四字吃掉的吧 但是他肚子里面的孩子 没有吃 后来他活下来了 所以人们都觉得很稀有 叫做四字线论师 也是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 他也是从小出家 他出家之后 他前世的稀奇吧 尤其是对般若法门 相当相当地有信心 后来当时佛教的教授 叫做几乎论师 在几乎论师他听受了 包括解脱部的 相关传论的诸书 还有龙猛菩萨 还有其他大德们的这些教言 他还在几乎菩萨面前 他很想把相关的意义要通达 但通达的时候 他就有一定的困难 然后在上师面前求 修弥勒菩萨的法门或者窍诀 他修着修着 修着的话 有一天他好像作梦 梦中有一个黄色的 也是穿黄衣服的一个人 给他收集 让他到一个 叫做喀萨巴勒的寺院 喀萨巴勒现在 好像也是在印度有这个 让那个狮子献论师 到那里去 他醒了以后 也不知不觉 他自己认为 这是应该是 因为在修 弥勒菩萨的过程当中显现的 然后他觉得 这是弥勒菩萨的价值或者是收集 然后他就前往到寺院去 到这个寺院去了以后 也没有什么新的感觉 当时正在那里 受大乘的宝观宰戒 他受了三天 然后有一天晚上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稀有的梦 在一个山顶上的虚空当中 有很多天人 承受各种各样的供品 准备迎接一位大德 然后他就问 你们迎接的是谁 所以这些天人告诉他 我们要迎接弥勒菩萨 然后过一会儿 弥勒菩萨以守法所应 土顶上有菩提报他 还有他的整个神社 就是金黄蛇的 这么一个非常庄严的神仙 其实现在你们可能没有作业 有些弥勒菩萨的像当中 以当时十字仙所见到的形象 作为弥勒菩萨的法像 啊 我们那天发的那个上面有没有 有一次发过啊 有没有 你们先过庄严里面 这个不是 这个是 这上面没有 有些上面有 当时他在无数的天人当中 见到弥勒菩萨庄严的神像 然后给他们传授了 显观庄严论为主的这些法 这个时候 十字仙论师提问说 你曾经讲弥勒无乱 现在世间当中 对你的这些论典 造的注释的人也非常多 不过众所纷纭 观点都不相同 到底你最究竟的观点是什么 弥勒菩萨告诉十字仙论师 说 我最究竟的观点 最好你先阅读 所有这些不同的注释和论点 同时你就以自己的智慧来 造一个最合理的论典 然后要求他进行造 后来他梦醒了以后 他想说 我开始造论了 然后他就开始非常欢喜 准备要造论 但是当时造论的话 需要很多的因缘具足 他要从印度东方到西方 准备前往寻找施主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国王 叫做达玛巴拉 他百见 他也是准备请十字仙论师 传授弥勒法 在这个顺缘条件下 他就开始造了 明显议论 还有他造了圣解脱部的 般若八千颂的解释 还有圣解脱部的一些 相关的第八评论 造了很多论典 所以明显议论在我们现在的 藏传佛教当中 包括我们《五密佛学院》 明显议论是主要的课程 主要的课程 但是这个是非常难懂 我也以前在学过 因为他的翻译方法 不像我们像藏文当中 特别浅显移动的 是按照印度论师的风格 来描述的 所以说特别难懂 但是因为这个具有传承的加持 而且也非常重要 其实以前汉地《冷海上师》 他也是翻译过 我以前最早的时候 可能当时我 汉文的佛教水平也不是很高的 但是我看着看着 都是跟着晕了 本身藏文上也是特别难懂 再加上是冷海上师的 那种翻译方式 好像五十年代的时候 也是在上海出版过 现在应该有吧 最近的时候我没有发现 但特别特别难懂 因为有时候特别难懂 可能很多人 虽然在我们藏地 这一本书一看 大家都是非常重视 包括我们现在学院当中 也是对四字线的明显议论 也有一些堪布做解释的 他们已经造了好多年了 还没有圆满 听说昨天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藏族九母当中有一个 他也是写了 大概七百多页《千观传论论》的诸书 可能颂词的诸书 还是明显议论的诸书 也是不知道 昨天我们在这里 有些法师也在说 五部大论当中 比如说像日德尔堪布 对戒律方面的诸书 应该是很不错的 还有其他有些堪布 对《十量论》的诚良品 做比较大的一些分析的论文 然后有些对居士已经写 但是写居士的法师 现在安排到财务科发行 可能我那天说 可能你现在的论典 要拖延好多年了 不过想我的话不一定拖延 我一边发行 一边有些论典也可以写出来 或者说翻译出来 问题不是很大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学院当中 说是在学显观庄业也好 那些五部大论有所诸书 其实很重要的 我希望你们汉族四众弟子 不管你是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尤其是自己的水平 稍微不错的时候 在整个国际上 他有专门的一种专科研究 到最后的时候 还是对专业研究 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如果还是很好的去 可能至少也是 要花几年的时间 比如说你对显观庄业论 要一个彻底的研究 像格鲁派 基本上是学显观庄业论 原来上师如意宝 失去求学的时候 当时附近格鲁派寺院 有些求学的时间 专学显观庄论 大概四到八年的时间 那这样我们五部大论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如果你专门这样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有些讲得很好的 那天叫什么 袁蓉还是谁 他还是讲的 我觉得是很好的 虽然我们刚开始学的 但当时可能不知道 你们感觉怎么样 我当时觉得 当然现在是刚开始 但如果这样的 可能好几年当中 专门学习 整个思路 里面的理解 这些方面讲的时候 一看都是一方面很细致 有一个地方 我当时可能比较忙 有点忽略了 但后来他可能比较细致 造了一些资料 还是怎么发现的 就跟着过来了 讲了 这样还是很细致地去看 如果这样很有必要的 我们要闻思的时候 我这次去欧美国家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很多人 确实很惭愧 为什么呢 你已经学藏传佛教了 好几年了 十几年 二十几年 但是你没有一个论文 诸书 讲义 什么的 很多知识分子都是没有的 很多知识分子天天念 金刚萨埵行咒而待着 所以别人有些是专门研究 比如说藏传佛教的一些 环保问题 服藏问题 还有中观问题 密法的生计次第 有很多 包括一些前辈大德们的故事 有些空性母的 或者一些大德们的地狱游记等等 有专业性地才开始学学 我们这里很多人 这个也学一点 那个也学一点 到一定的时候 好像说没有学都学了 要学的话 真正能通达没有 很难说的 就像我的话 我五不达论的曾经也是学过 但是真正我的特长 是在五不达论当中的 是哪一个的话 可能我也说不出什么 可能对密法的了解 不说什么证悟 了解可能 我自己认为是稍微好一点 但是还是不是很有强项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希望有些道友 你最好还是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自己要发愿 我要研究佛藏 我要研究中观 我要研究英明 我也同意 到时候你也可以在每年 或者两三年当中写一个论文 而且这种论文 不要断章取语的 我看现在很多大学生 写文章这里取一点 哪里取一点 自己没有什么创意 没有什么创造性 这样也不行 当然我们对相关重要论 有一个新的创意 比十字仙论师 比解脱部论师 比前辈的 包括五八佛佛 他也是请见过美丽菩萨的 获得加持的 比他们还有一个创意的话 我们说不上 但是至少也是 我们才从理解上 跟前辈的有些著述有点不同的 有点特点的 这个上面如果我们去解释 就觉得很好的 否则好像这不是我们的誓言 现在很多佛教徒 我觉得有点没有在这方面的兴趣 好像这不是我的誓 我现在所讲的话 哦 这是可能堪布在讲吧 我们能懂一点 懂就可以吧 每个人都是 听完课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方式也不对的 每一堂课你应该觉得 这是我众生当中 可能最重要的一节课 我在外面那些学校里面 听别的一些老师的课 有些老师讲得很好 有些老师讲得不好 但是我还是很忠实 很珍惜 我想说我在这个学校里面 应该是最后一堂 第一堂过 还是要认认真真 哪怕是看他说得不对的地方 也要记下来 我很认真地对他 所以你们也是希望 每一次这个课的态度很有必要的 我看我们这里讲考班很多道友 态度很好的 每次讲的时候 大家都很认真的 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害怕第二题要出 可能为了考试而记住 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但我看其他的个别道友 并不是这样的 凡是在上课的时候 该打坐的 有些网络上的更是这样的 打坐的打坐 坐死的时候 吃面包的吃面包 然后开始坐这个 坐那个 甚至边听课 边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这样聊天啊 本来我们这个佛法是很深奥的东西 很专注的心 很细致的智慧 不一定能通达的 更何况说是你散乱的行为 散乱的心态来能接受 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对知识的态度 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佛教当中讲的 这叫做文法规律 或者信心的表现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跟两位尊者稍作解释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对圣解脱部 还有四字弦论师的有些教言 有机会的时候也再三研究 你们也看看 从英文上或者是从汉文上 以前有没有 这两位尊者的一些论点解释 如果能害上师有的话 你们也要做参考 这些重要的论点 我们还是应该把它重视起来 哪怕是一本书 应该重视起来 但现在很多人对钱财 地位 这些很重视的 对法宝不重视 已经时代变成了金钱时代 这也是白晶主义的体现 但我想我们学现观的话 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当中 也不一定能真正通达 诸佛菩萨的究竟密意 今天我想讲到这里 好吧 这以上我们略说已经讲完了 那么下一堂课开始讲这个广说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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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